记者郑伟齐台北报道,依据气象资讯综合研判后,台湾高铁晚间7点40分宣布,明日全线维持正常营运服务,各车次列车一时刻表发车,但台风期间若不分路段风速,雨量过大,达到运转限制标准时,为确保运行安全,列车将限速行驶,若因此延误预定到战时间,属天然灾害因素, 不是用延迟退费规定,高铁公司提醒沿线居民,务必加强固定打型机制招牌,农,鱼,用尼龙网具,帆布,烹架,气球,广告物等物件,避免遭强风吹落,飘入高铁路线范围内缠绕电车线,严重影响高铁行车安全,台风期间退费及退票方面,高铁公司表示,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志,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志,购买该期间列车车票旅客,不论列车正常运行,或列车运转变更,车次取消, 只要为搭乘,接客于乘车日期一年内,只为使用车票至高铁各车站办理免手续费退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